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大数据的统计学技术第13周的课程 那么这周的课程内容呢,就相对的比较简单,比较少 主要是选一个方差分析 这个,呃,呃,英文缩写叫做这个Endover 包括这个单因素的方差分析为Endover and双因素的方差分析为Endover 那主要是选择这个方差分析 那方差分析是什么呢?方差分析呢? 其实就是通过分析样本的一个方差来研究三个 或者三个以上总体的均值是否相等的一种方法 那么在之前呢,其实我们有学过两个独立总体的均值是否相等的 这样一个假设检验,是利用这个正台分布去检验的 那为什么我们不能继续沿用这样的方法去检验三个总体的均值是否相等呢? 如果是这样,如果沿用这个两个总体,检验两个总体的话 那检验三个总体的话,你就要做三次的假设检验 如果你要检验四个总体的均值是否相等呢? 你就要做六次的假设检验 因为这个,从四取二中一共有六种方法嘛 那么随着你需要检验的一个总体的个数增大 你需要做的假设检验呢?也会增加很多 这样做起来非常麻烦,非常浪费时间 而且效果呢,却不一定好 因为你做的那个假设检验太多的话 你比如说你检验三个总体的话 就要做三次的假设检验是不是? 那么你做这三次假设检验 你要确保这三次假设检验呢 他们都是,他们的假设检验的自信度呢 都是有效的话 比如说你做一个假设检验的自信度 是0.95%的 那么你做三次呢 三次,这个三次假设检验都正确的话 就变成了0.5的三次方了 那么如果你做四个总体 就是做六次假设检验的话 那么这六次,六个假设检验都正确的概率 就是0.95的一个六次方 那么随着你做的假设检验次数越多 那你总体的假设检验 就全部的假设检验的自信度呢 就会变得越低 那么呢 这时候就很容易放第一位错误了 这是我们不想看到的 所以呢 我们就要寻求一种新的方法 这种方法可以用于做这个 三个或者三个以上总体的均 去检验三个或者三个以上总体是否相等 我们就找到了一种方差分析这种方法了 我们的方差分析呢 是基于我们的Fn步的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Fn步的相关一些性质 还有它怎么来的 如果我们有两个随机变量 这两个随机变量呢 U跟V呢 分别是服从这个 自由度为N1N2的一个卡帆分布的话 而且U跟V是相互独立的话 那么这个U除以它的自由度N1 比上这个V除以它的自由度N2 这样得到的一个新的一个随机变量F呢 它就是服从着自由度为N1N2的一个F分布 注意一下 上面的那个卡帆分布的自由度 是第一个自由度 下面呢 分母的是第二个自由度 那么这个F分布的概率密度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函数 还有这边就是伽马函数 伽马函数的原型呢 还是非常复杂的 所以呢 其实呢 我们一直都没有去深入研究过它的干率密度函数 当然在这些课里面呢 我们也不需要去研究它的一个干率密度函数 我们只需要知道 我们的F分布有哪些性质就好了 因为我们有一个 我们可以查相应的表 就可以求求它相应的一些干率 或者相应的一些凝结值 所以呢 我们并不需要对它的干率密度函数去进行几乎分 因为前年已经有把我们做过的这一步骤了 所以呢 你看一下就好了 不要被它吓跑了 那么F分布呢 它本质上 因为它是由两个凯帆分布的笔质来构成的 凯帆分布是怎么来的 大家还记得吗 凯帆分布呢 是由这个标准正态分布的平方相加而来的 那么既然是平方的话 而且我们的凯帆分布非常贴心的在这里写了一个平方 看啊 既然是平方的话 那么它肯定的值呢 是大于等于0的 无论是凯帆分布也好 还是我们的一个F分布也好 它们的一个所有的一些取值呢 都是大于等于0的这部分 是没有负值的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F分布呢 是一个单峰的 只有一个呃 只有单峰而不是一个双峰的一个分布 那么呢它是一个非对称的 所以呢我们在做假设检验的时候呢 去求它特别是做两边 呃 两边的假设检验或者是呃 利用这个F分布去求啊 执行空间的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 两边的 这个临界值呢 是啊 不一样的 比如说这里的一个面积是一减的 啊 这里的面积呢是二分之α 那么它对应的一个 呃 零界值 和这里对应的零界值呢 我们都可以通过查表可以查出来 而且啊 它们之间呢 是有一定的关系可以啊 对应求出来的 但是我们查表的时候呢 不要把这两个搞困了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那个 折大了的 概念录与数理统计的一个副表 是这个F分布的一个表 我们注意到呢 它这里 呃 所给出的相应的这些零界值呢 是基于α α 这里表示的是 我们的右侧面积 就这部分的面积呢 是等于这个α的 所以呢 如果我们要求这个 这边这个 这里的值呢 如果我们要求 这边这个零界值 F 应该写成这个1-2α吧 大概是F 0.05 对应的是0.975 0.975 自由度 给个5 给个 5算了 55 这样的一个自由度的话 嗯 我们来看一下 他给出的α呢 他给出的α呢 全都是只有这个 α等于0.1 α等于0.5 α等于0.025 α等于0.01 0.05 是没有这种0.095的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的表呢 只能查到这个 右边这个零界值 它们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什么关系呢 就是说 如果你想查这个0.975的话 你就要找到这个0.025 0.025的那个对应值 我们看到 这个 就相当于说 我们的这个 F的 0.975 这个 这个零界值 55 我给个区别 50吧 他应该是等于 我们要去找 这个0.025 然后呢 15 把它的一个旧度 换一下 1分之1 所以我们要找 0.975 在左侧这边呢 这里啊 这个 如果这是一个 面积是0.025的话 那么因为他查表呢 他查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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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只有这个 右边这个面积 所以右边面积 是对应这个 0.975的 所以我们要找这个 0.975 50这个 零界值的话 我们要找 首先要找这个 0.025 15 这个零界值 然后 然后 找到这个零界值 把它导数一下呢 就是我们这里 对应的一个 左边这个零界值 右边这个零界值 叫做这个 FR的话 所以我们查表的时候 所以我们查表的时候 一定注意 不要搞困乱了 嗯 刚才这个 0.025 α 0.025 的话 对应的是 N1 是10 然后 对这是5的 就找到这个 6.62 然后把它做一个导数 就是6.62分之1呢 就是我们要找的 左边这个 这个零界值了 由于它还有这种 这样的一个对称关系呢 所以 所以呢 我们还是可以通过这个表 去找到 左边这个零界值的一些 它相应的一些 左边的零界值的正确的一支 当然 你还可以直接使用一些统计人 先入R 直接输入这个 R里面呢 注意一下 R里面对应的一个 它 要找这个意见 α R里面这个呢 它输入的参数呢 那个 干预呢 是对应在 小一等于这边 所以就是左边这个面积 例如你要找这个 0.05 就是这里 对应0.05 10 10的一个概率的话 你就要输入0.95 10 10 这样才对了 所以大家在查表 或者使用这个统计完键 去计算零界值的时候 要注意一下 你找的是左边的零界值 还是右边的零界值 特别像F分布 还有卡方分布 这种不对称的分布 然后呢 嗯 然后如果你要做一个假设检验 因为我们接下来做的假设检验呢 基本上都是 一个单侧检验 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下 我们做的是一个左侧的假设检验 还是右侧的假设检验 左侧假设检验你要找左侧的零界值 右侧的假设检验你要找右侧的零界值 我们注意一下我们的被子假设 是一个左侧 解映还是右侧检验 如果我们的被子假设 我们的H0 H1 写的是啊 这个F同击量是小于某个数的话 那小于某个常数A的话 就是一个左侧 大于A的话就是一个右侧 F不等于A的话就是一个双侧嘛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 小于A要找这里的一个对应的函数值 而不是找这边的 比如说刚才也说过了 0.95129 我们在这里的表呢 是没有这个0.95这里的 其实0.95呢 他就大概是找这里的这个值 对应的就是F0.95 那么没有找呢 他就要把它转移化成一下 0.95变成这个0.05 然后把这两个自由度 换一个位置变成92 去找这个92 那么0.05 92呢就是这个先找到 第一个是9 然后对着12 是2.80 然后这一个 1除以2.80呢 就等于这个0.375 很明显啊 0.35应该是在这边了 然后这是我们的一个F分布的一个情况 然后大家注意一下 找明界值的时候不要找错了 因为呢 我们的 我们的 接下来要讲的这个方差简验呢 他计算这个样本方差的时候呢 可能计算量比较大 然后大家做作业的时候呢 可能或者是平常自己在用自己的数据的时候呢 可能要尽量的利用一下我们的计算机的一个计算功能 而不要尝试着用手去算 因为一旦数据太多 你不断的一个 做一个这些平方 然后再加起来的运算呢 运算量是非常的大的 所以呢 我们还可以 我们还是 可以多借助一下我们的计算机的一些功能 其实呢 计算方面呢 都可以教计给计算机 我们的主要任务呢 就是用 弄明牌这个方差分析的一个主要市场 他为什么可以做这样的分析 为什么可以做这样的判断 其实方差分析呢 也是一个假设检验 那么假设检验的一个最重要的思想 就是一个罕见事件规则 就是说如果 在这个零假设下面 我们得到这个样本的一个 发生的概率太小的话 我们就去拒绝这个零假设 所以关键呢 我们就是要算出 我们都拿到这个样本 它发生的一个概率多小 拿到这样一个样本 概率是多大呢 因为通常呢 某些样本呢 可能 某些参考值 比如说 我们拿到一个 样本 它的均值呢 是等于这个35的 然后呢 我们要检验一下 它的总体均值 是否等于30 那么我们要检验一下 这个达到 在30的情况下 达到35 是不是太大呢 这个概率 那么 可能有时候 直接去算这个 拿到这个35 我们的均值 大于等于35 比35更大 更离谱的一个概率呢 可能比较难算 所以我们有时候 会通过一些转化 转化成这个 以前呢 是机场转化成这个 震态分布 或者向了这个 T分布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转化成这个 F分布 这种转化是为了 因为 我们已经有先年 把一些相应的 凝界值和相应的 概率都做出来了 转化成这种 常见的一个分布的话 就可以变于 我们的一个计算了 如果大家还是对假设检验 还是不太熟悉的话 建议你回去复习一下 先把假设检验的整个 主要思想 主要流程 先理顺一下 主要任务是做什么 检验一下 在明假设的情况下 我们拿到这个样本的概率 是否多大 那么其实主要 主要的难点在于 计算这个概率 是怎么计算的 前面都是把它转化成 像这个正态分布啊 T分布啊 如果是样本方差 可能转化这个凯方分布 还有我们的 两个方差之间的 比较的话 就是转化成这个F分布 这样的转化 是为了变用的 去计算 所以本质上 它就在算这个 出现这个概率 出现这个样本的概率 或者出现比这个样本 更加离谱的概率 比是多大 那么在普通的一个实验中呢 我们通常呢 要把将要考察的一个指标 成为这个 试验指标 如果 比如说我们要考察不同的宣传手法 对这个商品的一个销售额的影响吧 的话 这样的一个实验中呢 我们的销售额呢 就是我们的实验指标 因为我们主要考察的是 对销售额 销售额的一个影响 所以销售额就是我们的一个实验指标 那么影响 试验指标的条件呢 成为这个因素 因素 就是我们的Factor 就好像刚才能说的那个不同宣传手法 对这个商品销售额的影响中呢 不同的宣传手法呢 就是不同的因素 比如说你在这个电视上投放广告 或者这个库联网上投放广告 他们得到的效果可能是结缘不一样的 就要看一下你的产品呢 是定位于哪些消费人群 如果是那些叔叔阿姨阿姨阿伯啊 爷爷奶奶啊 那些可能就投放电视 那种效果可能就比较好 如果你主要的消费目标 消费人群定位在这个青少年啊 或者是这种啊 年轻人呢 可能就投放在固年网上比较好 那么呢 我们的因素呢 一番可以分为这个可控因素 就是说我们人为可以控制的 比如说刚才的宣传手法啊 比如说不同的促销手法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 做某些实验的时候 但是实验条件啊 都是我们人为可控制的 特别这个可控因素 然后还有不可控因素 比如说啊 消费者的心 消费心理 这就是我们预料不到的 我怎么知道 这个消费者怎么想 他要买和不买的一个关键点在哪里呢 可能就我们预料不到了 因为有些人可能就他消费心理 非常奇葩啊 觉得这便宜的一定不好 贵的一定好 有些人是这样讲的 可能就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再打一个啊 平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促销方法的话 可能就反而 那个消费者就不买了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啊 影响因素本来说 一些不可控的 比如说天气原因 本来啊 我今天都打算出去 灌一下街 买一下衣服 但是如果下大雨的话 我就可能不想出 上啊 出门了 然后这个买买买衣服 买鞋子都放一遍了 这种不可控的因素等等 但是呢一般呢 因为这种不可控的因素 我们也没办法控制 所以我们就不考虑了 我们说啊 所有的因素呢 都是这种可可可控的因素 一般都是啊 像我们说的因素 都是这种可控的因素 而因素所处于的状态呢 成为这个该进数的一个水平 比如说不同的宣传方法呢 就是这个因素的又不同水平呢 比如说啊 你用这个电视去宣传的话 就是一个水平啊 你用这个 网络去宣传的话 就是另一个水平等等等等 如果在一个试验过程中呢 只有一个因素在改变的话 成为这个单试验呃 单因素试验 比如说我们只是考察不同的一个 宣传手法 对这个商品销售的一个影响 我们只是改变我们的宣传手法 然后其他条件都是一样的话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单因素试验了 如果我们的因素呢 多于一个因素再改变的话 就成为这个多因素试验 比如说我们这个考虑这个 重数 我们要培养某些素苗 我们可能有时候 我们可能把这些素呢 种在这个位置一和位置二 位置三 有三个位置可以更选择 但是呢 对这些不同的位置的素呢 可能又给予不同的一个对待 有些是这个啊 肥料一 有些是施肥料二 有些是不施肥 等等等等 有些是肥料一 肥料二 一起施 那么这时候就有两个因素再改变呢 一个是地点 一个是这个施肥 那么这就是一个多因素的试验了啊 如果两个因素再改变就两 两因素试验三因素再改变 三因素试验 那么嗯 像这个表里面呢 其实啊这个 像这个表就是 呃 在研究这个重数的一个 试验 他研究不同的一些对待 这个素苗的方法 对这个素成长的一些影响 它是呃呃 如果不做处理什么都不做的话 它的重量呢 这些素的重量 某颗素 可能是之前做呃 之前就是呃 0.15 什么就是原始的 什么都不做之前称一下 然后呢 比如说对这些素呢 做这样的一个处理 它重量变化 这样一个助理做重量变化 然后两个处理 同时做的话 它重量就变成了这样 所以呢 这是一个单因素试验 因为呃 我们的因素 只有这个 去本在变呢 这数的重量呢 就是我们的试验指标 这是我们所关心的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要做这个单因素的方差分析呢 其实啊 有一些限制条件的 呃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各个总体呢 是一个近视 正态分布 正态分布非常好 近视身份啊 正态分布呢 啊 也是不错的 其实这个条件呢 也是非常宽松的 只要总体呢 并不是偏密正态分布 十分严重的话 我们都可以接受的 就是说啊 它便宜一点点是ok的 那么第二条件呢 就是每个总体呢 具有相等的方差 这也是一个 比较宽松的条件 只要他们的方差 相差不是十分大的话 我们都可以啊 把它们 认为是一个 具有相等方差的一个 啊 这样的一个总体 因为还有这个 随机误差存在 而第三个也是 每个假设检验的一个 基本要求就是 这位样本 是一个随机样本 第四个呢 各个样本之间呢 是相互独立的 就是说啊 上面这些 不同对待方法之间 它们是一个相互独立的 这棵树呢 跟这个树呢 你不做树 你的这棵树 做这个树 你的处理的这棵树呢 没有什么关系 没有什么亲戚关系啊 什么 它也不会掌握 妨碍 互相不会妨碍自己的影响 或者不会促进对方的影响 等等等等 这就是各个样本之间要互相独立 那么啊 第五个就是 它要是一个单因素的试验 就说做这个试验拿到数据呢 他们的我们 我们的一个试验指标 他们有首不一样呢 很多程度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这个 因素在改变 处于不同水平下 我们的单因素分析呢 主要是查看 就同一个因素 不同水平的作用下 这个总体均值呢 是否会有显著性差异 如果有的话 也就说明这个因素呢 对我们的这个试验之边 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如果这个总体之间是没有 均值是没有显著性差异的话 也就是说这个因素呢 对我们的这个总体呢 是没有什么显著性的影响的 然后呢 我们的零假设呢 是不同 我们把这些不同 这个因素水平下的 看成不同的一个总体 就是总体一 总体二 总体三 总体四 乃是这个四个总体 总体的 那么呢 我们的假设解 因为假设这四个总体的均值呢 是相等的 那么零假设呢 就是说啊 这个是 这四个总体中 至少有一个 总体它的均值呢 是与其他的均值不等的 那么我们要注意一下 就当我们拒绝了零假设之后呢 就说明了至少有一个 有一个总体的均值呢 是跟其他总体的均值 是不相等的 但是呢 我们做这个anover 做完之后 他是没有办法告诉我们 那是哪一个总体 哪一个特定的总体 比如说啊 这个Mu1到MuK里面 哪个Mu 是啊 跟其他不一样的 我们要找出这个特别的一个啊 跟别不一样的一个Mu呢 就需要用到其他的一个假设检验了 后面也会给大家 大家介绍到 嗯 那检验统计量呢 其实这个啊 就是一个F F是等于这个 主 样本主 间方差 除以这个样本主类方差 至于为什么是取这个呢 待会再给大家 啊 介绍这个原理 大家先记住一下 是这个主内方差啊 样本主间方差 主间方差是什么呢 这个样本啊 因为我们做了不同的啊 同一个因素 做了不同的一个 处于不同的一个啊 水平 所以他们是啊 分成一组一组的 我们这个 把我们的一个数据分成一组一组的 比如说这里分成了四组 那么这一组的啊 跟这一组 可以看成一个整体 就是组A组B组C组D 那么这些组别之间 他们会存在一个差异 这个差异就叫做我们的一个 用我们的方差去衡量的话 就是我们的组间的方差 就是啊 可以啊 这个就是衡量我们不同组之间的一个差异性 那么啊 我们的分母呢 就是我们的组类方差 就表明了这个同一个组里面 它的一个差异性 如果我们的F这个统计量呢 这个比值呢非常大的话 也就是说我们的一个组间的一个啊 差异性会比我们的组类的一个差异性远远大 就是说啊 这个组间的差异性非常大了 嗯 其实自己一组的成员呢 就没什么差异的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拒绝这个零假设了 那么如果这个F太小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就可以啊 不能拒绝零假设 因为呢 因为我们的一个组间之间的差异非常小 比如说啊 好像几组之间呢 是没有什么啊 显著性差异的 所以他们的一个均值呢 是会相等的 所以呢 F太小的时候 我们就不能拒绝零假设 所以我们的一个 这是一个右侧的检验 我们要找的是啊 右边这个零界值 当我们的这个 我们计算这个 检验图计量之后 计算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 看一下我们检验图计量 是落在哪个地方 如果落在这边的话 我们就不能拒绝我们的零假设 如果是落在拒绝域 这个红色这一块的话 就可以拒绝我们的零假设 就是说啊 他们是啊 不相等的 就是说其中有一个啊 至少其中有一个是 与其他不相等的 当然也有可能是全部都是不相等的 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差异存在 我们看一下 这是我们用地线统计软件 对这对数据做的一个 刚才的这个啊 单因素的方差分析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看这个Excel Excel里面他最后说出来的这个 F的检验图计量呢 是5.73 那么他对应的P值呢 是这个7.3 这P值呢 就是F大于5.73的 一个概率就是0.07 很明显呢 他是 小于我们的一个 写助性水平0.05的 所以呢 我们可以拒绝您假设 这边是他的一个零件值 是右边这个零件值 这个温柔N over L 永远中是一个单边的一个假设检验 它是一个右侧检验 所以我们永远都只需要找到右边的这个就好了 那么他的一个啊 只要 只要因为是一个单边的 所以只要找到一个单边的一个 理解值就好了 3.23 因为我们的一个 嗯 检验头进量比只有3.23 要大 就说明我们的检验头进量呢 是落在这个 粉红色的部分的 所以落在了我们的拒绝域 所以我们就可以拒绝 这个零假设 就说明他们是不等的 你看这里啊 得出的结论呢 也是差不多的 计算起来差不多的 那么呢 这就是 主要的 来算 嗯 大概的一个流程 做一个 WelmerN over 这样的一个流程 看一下我们的 F同期量 太大的话 就拒绝它 太小 不太大的话 太小 肯定不拒绝了 那么呢 我们这一点呢 就先休息一下 下面呢 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详细的讲解一下 这个F同期量 到底是怎么来的